這是昨天的自由時報 沒有九二共識照樣豁出去 其實剛剛主持人提到 那個什麼蘇貞昌 蔡英文 他們都是看著自由時報的 超自由時報寫臉書 沒錯啊 這是昨天的自由時報 昨天的 那是農委會的新聞稿吧 這是農委會主委陳吉中獎的 那沒有九二共識 我照樣豁賣的出去啊 其實這很有挑釁的味道 我給大家看他裡面分析的這個表格 賣的 雪茄 甘蔓 香蕉 冷藏水果 還有鳳梨這些東西 我想請問觀眾朋友 今天農到什麼沒來 這些水果哪一樣大陸沒生產 哪一樣沒有 絕大部分都有 我們在面對很多的情形 人對我們好 我們又這樣 因為有一部分是在商演商 我來買台灣的東西農業餐 那有一部分是什麼 有一部分是我來幫你碰上的 你農我農 是啦 就是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人嘛 我幫你當作自己的 我來幫你買 為什麼ECFA的早售清單 他給你那麼多關稅的優惠 為什麼 他為什麼不給韓國 他為什麼不給日本 他不是那麼給你 我沒有九月公司 我貨賣賣出去 你現在是賠在中 你看當年南韓是怎麼被修理的 薩德事件南韓怎麼被修理的 對不對 禁韓利 全部都把你封殺 你說我沒有九月公司貨也賣出去 賣臭皮 管理我們要跟我們所有的出口 有41%是賣給大陸跟香港 41% 我們的貿易順差是從那邊賺來的 但最大貿易夥伴是大陸跟香港 不是美國 都說我沒有東西可以賣 你現在臭皮 所以剛剛主持人講沒錯 就表示新南向政策失敗 是啊 我賣的 很多東西 我們去賣給中國的大陸的更多 那更多不是更慘嗎 你不是說馬英九輕鬆嗎 那你應該把他撥亂反正 撥亂反正 他一定沒有 我賣很多 沒有九月公司 我貨賣賣出去 這個東西 對很多農漁朋友在看 你到底是什麼 你不要幫忙就好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幫到忙